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它说呢有一个正方形 它的周长是三百二十公分 然后呢以各边的终点为顶点 连成的四边形也是正方形 如此呢反复取终点七次之后呢 总共就可以得到八个正方形像这个图这样子 要我们求这八个正方形的周长总和 那我们先来想一下啦 这个正方形的周长是三百二十公分 就是外面这个大的 那接下来呢它取了终点以后 就是这四个点之后呢 那么下来的这一个正方形 它的周长是多少呢 我们看一下因为我们知道呢 这个是一个什么九十度嘛对不对 那因为是终点的话呢 所以这段长度跟这段长度一样 所以这是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 OK等腰直角三角形 那我们知道整个周长是八十 三百二十公分的时候 代表呢这样一段是八十 对不对除以四就是八十 那就代表呢这样的一段是多少 这样的一段就是四十 那我们知道这是一比一比根号二的这种三角形 所以呢代表这一段的长度 其实就是四十根号二 OK所以呢刚刚第一个这种三角形 第一个这个正方形它的外围的周长是三百二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下一个这个里面的正方形就是四十根号二呢 乘以四所以就是一百六十根号二 那我们又再往里面看啦 既然这个是四十根号二的时候 这边又是取终点 所以这两段又一样 这又是直角 那我们知道这一段的长度是二十根号二 所以在一比一比根号二的状况下 这一段呢就变成是多少 这一段就是二十根号二乘以根号二 对不对一比一比根号二 所以乘起来发现这里其实就是四十 OK那你发现四十呢 你再把整个这个周长算出来的话 四十乘以四就是一百六 所以绿色的这一块的这个正方形的周长是一百六 那我们既然知道这个是四十 你又取了终点终点这里呢就变成二十咯 那二十二十呢 这边就变成一比一比根号二 这一段的长度就变成是二十根号二了 OK所以呢 你就发现整个周长其实就是二十根号二乘以四 所以是八十根号二 有没有发现什么样的特性呢 诶后项都是前项的什么 根号二分之一倍啊 这个过来乘上了根号二分之一 那这边过来呢又乘上了根号二分之一 对不对 那这里过来也是一样乘上根号二分之一 事实上呢没有错 因为这个正方形的边长啊 从最大的这一段 要变成这一段的时候呢 就是乘上什么 根号二分之一嘛 我们是先是除以二变成一半 然后呢再乘上根号二 所以除以二乘上根号二 就是乘上根号二分之一的意思 OK 所以呢 大家就知道 诶这整个既然正方形的边长关系 是根号二分之一倍 那周长关系当然也是根号二分之一倍咯 所以说啊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怎么样呢 我们要再算这八个正方形的周长和的时候呢 它就变成是一个总共的像素 这个集数啊就变成一个等比集数了 像素呢当然是有八像 然后呢 首相是多少 是三百二 然后公比呢 公比是根号二分之一 所以我们就可以写这个总和啦 所以周长总和 周长的总和 周长 周长 诶周呢是没有错字边的 这个是错字 周长 总和 就是八个正方形的周长的和 我们写呢 等于S8好了 就等于呢 一简公比分之首相三百二的一简公比分之一简公比的像素次方 所以呢我们来算一下 根号二分之一的八次方是多少呢 我们知道根号二分之一的八次方就是等于呢 二分之一的四次方嘛 先把平方放进去 所以就会等于十六分之一 OK 那上面这边呢 这边是一简根号二分之一 这边呢写不对 我们再修改一下 这里是一简 根号二分之一一简公比 分之三 那个首相的一简公比的像素次方 好 那我们把这边呢 做个整理 刚刚上面已经变成是十六分之一 一简十六分之一呢 是十六分之十五 所以呢 三百二去乘以十六分之十五 我们约分一下就发现是三百 所以分子已经是三百了 这个很清楚 那分母呢 就是一简这个根号二分之一 我们就把它呢 稍微做一个这个化简 OK 我们把它做一个化简 所以分子分母 我们同乘以根号二好了 所以呢 这边就变成是根号二减一 这边呢 同乘以根号二嘛 所以就变成根号二减一 上面呢 也乘上了一个根号二 好 那现在呢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要把这个分母有理化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既然要把分母有理化的时候 我们学过怎么做呢 就是分子分母 同乘以利用平方差的式子 利用平方差 所以我们同乘以呢 这边是根号二加一 那这里呢 也变成乘上根号二加一 所以呢 根号二减一乘上根号二加一 就变成二减一 那下面就是一了 那上面呢 就变成是三百的 怎么里面呢 就是根号二乘进去 就变成二 加上根号二了 所以呢 你的周长最后就是六百 再加上三百 根号二 这就是你的答案 那记得这样子的一个题目 虽然一开始看起来图形很复杂 但是它真正的关键点 就是知道它是一个等笔集数 找出像数 首相公笔就OK咯 就这样子的解离了 然后。。。 ró